香港近年的咖啡文化越來越流行 不少具特色的小店都特惠而出 然而咖啡其中一樣最吸引的就是晚 今集和大家介紹的咖啡 就位於港島性事提反女子中學對面的小斜佬旁 外觀看上去很平凡 紅磚外牆搭配綠色的鐵窗 在窗外面可以看到入面燈光眉黃 四圍都堆滿書 店舖的名牌很小 不止細看很容易就錯過她 一走入書店自然就會想起電視劇集2月29日 女主角依莎摺紙殼的情緒 又或者是神的女主角MV入面 教主Anson Lo和女主角Karis在書店嬉戲 不少人亦都覺得這裡有哈里波特邪角巷的感覺 店舖入面售賣二手書 CD和DVD 書總主要都是英文書 以人民書籍 經濟、政治、歷史書為主 或者你可以在書桌入面找到樂趣 裡面的座位大約只有10個 不適合一大班人 對玩遊戲聊天就不要太大期望了 因為這裡賣的是書香 而店舖入面是有提供咖啡小食的 由全日套餐到蛋糕套餐都有 大家可以叫完食物 隨便去書櫃拿書看 每一個套餐都只是50元就可以在這裡坐全日 這次我們就叫了一個日式芝士蛋糕套餐 和一個吞拿魚飛碟套餐 配朱古力摩卡和玉桂咖啡 食物都是老闆娘親手製作 其中日式芝士蛋糕 重芝士味但又不流 咖啡夾度也欺負到好處 不過最重要的是書店的環境和氛圍 讓顧客在白亡的生活中 找到樂腳點給自己重新充電 去度過一個屬於自己的時光 做好確定的實胞 curb和你看 死去休息 整個生命 坐下